效果看起来相当不错 法里德今天打了26分钟 拿到了13分10篮板二代帽 其中三分二中一 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法里德和卡佩拉在一起的时候 虽然可以保证火箭高度和篮下会困篮板 但是在空间赶上可能会多一些 而法里德有三分射程的话 那么他的角色相当于是强化版的安德森 当卡佩拉那些时 法里德一次拉开 就有了空间 表人也可以为灯泡纵深远护 至少从打勇士的那一场比赛中 火箭已经知道了自己所要领埃的区别 提升高度保护篮板 才能避免下半场崩盘 以长时间把勇想 与爱各自队看待高个 体能根本能以久时 说白了勇想就是骑兵 而不是常规阵容 当然 法里德加盟火箭 真的是凝聚之血 在之前知名解说人村群层员 法里德就像囊籍的企业 被提得行 冰窗幻视冰趴 他们将无法生存 眼效之效就是法里德这种只会玩笑吃点 本身高度又不足的也是快乐屑 将被小球时代淘汰 但法里德用自己的行动 证明了自己可以跟上这个时代 而我见识这个联盟中 唯一在疯狂鼓励球员出手三分的球队 是有让法里德前几个上帝拼命苦力的三分 有了应律之地 在今天 法里德四次 他感谢 的经历之一 法里德说的 在竞工边 教练相信我 他信任我能出手命中三分 帮助球队拉开场上的空间 我从未遇到过像这样的教练 我前几个上帝练习的三分 现在有了应律之地 我爱兴斯顿 我努力把球 就像人们说的那样 球会找到有活力的人 我努力把球 用尽全力帮助助力英雄 在谈到队友克里斯 保罗为平凡为饼的时候 法里德公开感谢 他猛夸保罗 只能自己从未遇见过 这么好的传球手 法里德说到 克里斯保罗太棒了 他愿意传球 他总能找到机会 给队友送球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而且他会思考比赛 他一直思考阵容和调整什么的 他非常聪明 了解比赛 自从被绝巾击出连换 送到老往之后 法里德已经有一年多 没有像现在这么猜心了 就像他说的一样 火箭帮助他提升了自己的价值 如果说原本的法里德 因为虚拔机会 没有球队愿意安排他去投三分 但现在法里德开发出三分 却让他的价值大增 身高2.03米次号列腰朵体型 能跑能跳 篮下终结顶局 既被中纪离合三分射程 火箭已经活活打一个在未来 只能拿瓦将底薰的球员 再一次注他成为千万级别的内线 只是火箭或许是留不住了 我等于有有失吧 至少火箭连架为了法里德 德弹被放弃 至少火箭连架为了法里德弹被放弃 至少火箭连架为了法里德弹被放弃